今天我要用冬瓜和馬鈴薯來做一道家常菜料理 上次用了半塊的冬瓜做了真冬瓜丸子 冰箱裡面還有另外半塊 所以今天要來分享真冬瓜素肉卷 有時候就是這樣 冰箱裡面有什麼的食材的時候 就會利用那些食材想出不同的料理給家人吃 這樣家人才不會天天是一樣的 而吃到很膩 做菜前先來跟大家分享 頻道現在有了超級感謝的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池芭拉媽 芭拉媽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樣的新食譜式影片跟大家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Kistin 芭拉媽 大家好我是小圓馬進行集大馬馬鈴薯就這樣料理吧 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一定要記得先按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那現在我們就來用冬瓜和馬鈴薯做這道素食醬醬菜料理吧 掰掰 準備一塊冬瓜 把冬瓜的皮切掉 冬瓜可以當作食品原料 像是冬瓜果肉加糖熬煮就可以做成台灣冬瓜茶 我是台灣著名的特產鳳梨酥 有些是用冬瓜做成的 中秋節快到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 中秋節是台灣人整年裡和高冰關係最密切的一段日子 尤其鳳梨酥更是烘焙麵包店長銷熱門的產品 其實鳳梨酥裡面有些是用冬瓜做成的餡料 而不是鳳梨餡料 因為口感會比較綿密細緻 把冬瓜切片 我是加到台灣後一兩年後才知道的 不過有些是用純鳳梨製成的鳳梨酥 它的酸度就比較高 稱為土鳳梨酥 把冬瓜放入碗中 把冬瓜用鹽巴醃製 讓它軟化 準備一顆馬鈴薯 把馬鈴薯削皮 馬鈴薯的人工栽培最早可追溯到大約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魯南部地區 大航海時代 馬鈴薯被裝傳帶回歐亞大陸的菜單中 把馬鈴薯切片 馬鈴薯是現在歐美地區許多國家的主食 是世界第四大主食作物 中國東北稱土豆 在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稱為馬鈴薯或荷蘭薯 台灣有時也會稱為洋芋 把馬鈴薯放入盤中 準備拿去蒸 用電鍋蒸外鍋放一杯水 把馬鈴薯放進來蒸 蓋上蓋子按下電源 準備一個乾香菇 把香菇用熱水泡軟 我喜歡在餡料裡面加一點香菇 這樣會比較香 準備25克的堅果 這是蓮花食品出品的綜合堅果包 給孩子們當零食吃比吃餅乾健康多了 今天拿來做料理 裡面有核桃、松子、腰果、夏威夷果、杏仁果、蒸果 把堅果壓碎 如果沒有研磨鍋 可以用切碎的 或是裝進袋子裡面 用擀麵棍敲碎 或是用食物調理機打碎都可以 顆粒還很大 再繼續給它敲碎 打碎好了 像這樣子 把綜合堅果放入盤中 準備一個杏鮑菇 隨意的撕開 放進食物調理機裡面 打成泥狀 杏鮑菇經過快速打碎會產生黏性 所以這次就不切成小丁 打碎成像這樣就可以了 把杏鮑菇放入盤中 準備兩個純素香菇頭 大家可以到塑料行買 買回來我會放冷凍 要用的時候拿出來 退冰一下就可以了 就算沒有退冰也蠻好切的 把它切碎放進餡料裡面 是可以增香 有時候炒飯或炒麵的時候 我也會放一些進來 香氣瞬間提升 把香菇頭放入盤中 準備一個番茄 把番茄切成塊狀 盡量切小一點 這樣做醬汁的時候 口感會比較細膩 把番茄放入碗中 把番茄放入碗中 香菇泡軟了擠乾水分 香菇切絲 把番茄放入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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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個方向 切成小丁 都壓成泥狀了 都壓成泥狀了 先放旁邊備用 把壓好的馬鈴薯泥放入大的調理碗中 準備把所有餡料混合在一起 杏鮑菇 純素香菇角 香菇 綜合堅果 鹽半茶匙 糖半茶匙 白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黑鹽適量 黑胡椒粉適量 新疆自然粉來些 中筋麵粉30克 把所有調味料拌勻 倒略翻拌一下 現在放入一茶匙香油 繼續的拌勻 放香油進來 可以讓口感順滑 所有食材都拌勻了 現在可以來包進冬瓜裡面了 取一些餡料放在冬瓜上 順著冬瓜片捲起來 捲成像這樣 好像冰淇淋甜筒一樣 開口醋朝下 放在盤子裡 再來做一個 突然覺得這餡料好像魚漿喔 自己做的素魚漿 還有剩下一些 做一顆丸子放在中間 用電鍋蒸外鍋放一杯水 蓋上蓋子 按下電源來蒸 鍋內放入適量的純白芝麻油 把番茄放進來炒香 先稍微把番茄炒軟 稍微拌炒一下 現在放入芹菜 快速翻炒 番茄稍微軟了 現在來調味 一湯匙番茄醬 半茶匙玫瑰鹽 半茶匙二砂糖 一茶匙純素味醂 水50cc 把所有調味料拌勻 番茄軟了 最後放入太白粉水 勾芡成濃稠的醬汁 調成自己喜歡的稠度 像這樣 我們的番茄醬汁煮好了 好香喔 冬瓜素肉卷蒸熟了 把它取出來 來四次蒸冬瓜素肉卷 吃吃看 用了番茄醬的口味 冬瓜好軟喔 吃吃看鮮料 吃到孜然粉的香味 然後還可以咬到 有顆粒感的香菇丁啊 還有那個堅果 很好吃耶這樣子搭配 因為它不會到很鹹很下飯的那種 就是吃起來很清爽很適合 熱熱的天氣吃 很好吃 冬瓜水分好多喔 對了 蒸冬瓜出來的時候呢 它會釋放出冬瓜本身的水 會很多 那你可以倒出來 倒出來放在一個碗 然後 可能可以再加點鹽巴當湯喝掉 那再淋上醬汁 這樣子醬汁就不會變淡了 很好吃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非常好吃的一道 冬瓜料理 而且也是 電鍋料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按讚加訂閱 還有訂閱我的日常副頻道 追蹤Facebook還有IG 我們下一道料理見 拜拜 好吃到好多堅果喔 很好吃 很棒